大家好,好久不见 熊试大家过得如何 这次距离上词真的是好久好久好久不见 对吧 这次呢我想给大家带来一个游戏叫做Parallel 然后其实我是这样的 这游戏我去玩了一下 然后我觉得它的游戏的可玩性很高 而且做的还挺就挺像那么一个样子的 也不太像一些那种换皮的炼油 所以我最近玩的还挺上头的 然后我又发现它在中文区其实不太 就是大家关注度不高 像BigTime你如果有了解的话 除非你真的是就是你的这种叫做充一波的策略 你做的够好你管理的够好 不然其实大部分人这波BigTime也很难吃到 对吧 因为如果你有关注我 你知道我其实我其实一年前 我就已经是BigTime内测玩家 然后我们在那个就是很多BigTime当时的内测群里面 就大家要组队 因为BigTime大家要组队 基本上我重新观测了一下 这一波就是那些老玩家 卖了VIP Pass的老玩家 这一波我感觉基本上不到 肯定没有十分之一有吃到这波涨 所以其实现在已经变成 特别是在熊市里 这已经是变成一个信息差的问题 你懂吧 所以与其如此我觉得大家不如 去追这个热点 大家不如提前去做一些项目的研究 对吧 你谁知道到时候BigTime 到时候Parallel上来会不会有这样的 的一个东西对吧 然后背景什么的我不太说啦 你看他有这么多follower 而且是真实的 你看我关注的人有108个人关注他 然后里面不发有Coinbase啊 然后有就是比较都是很牛逼的项目方 都关注他 Luke Spray啊七七八八的这些都关注他 所以其实他的至少我觉得他在英文区吧 其实他的影响力还蛮大的 真的还蛮大的 然后这是他的关推 你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你如果想玩的话 你如果不那么着急 你就点一个那个Beta Access 点进来 就这个地方 应该可以让你填一个这个 不是这个好大 应该可以让你填一个这个你的邮箱 然后填完邮箱 我是很早就填了 所以我的状态是有proof 我就能进游戏了 这他官网做的还挺像样的 然后有些东西也要在官网上说 在官网上操作 那我后面 我准备用后面我的视频我再来做 但这一期呢 我就直接进游戏 简单打一场游戏 给大家看一下 把这个游戏给大家说一下 这是你 如果你能进游戏的话 这是游戏主要 我现在因为在录视频 我把他的音效关掉了 下来还可以不展示了吧 然后这是每周有一个叫四个任务 然后这是每日有任务 每天 反正我看是八 就是东大区时间 这八点刷新 这个play呢 就是你一开始 如果你进来你一开始玩 他就 我觉得设计的挺好 他就是新手关卡 会有 每个种族 有五个关卡 然后你打排名排名五位 你就可以正式进入游戏 然后这个quick play 就是快速排位赛里面就 rank 就排位赛 然后on rank 就是你可能拿着来试牌主 然后打ai 然后这个就是你跟你朋友去打 对吧 然后stores stores 就是你可以在里面用这个glint 买卡包 这个glint 就类似于炉石里面的金币 就是 它是游戏里面的 的兑换物 你可以用glint 来买卡包 也可以等下个赛季出来 你用glint 就glint 来买下个赛季的这个battle pass 然后prime呢 是这个游戏的 就是这个游戏的token 那这个token 它是在 Ethereum和base上都有 现在差不多是3u左右 现在差不多3u左右 其实如果你 你还有关注的话 前阵子有go pump 快pump到4点几 4点几u 我接着说下面 然后collection 就是这个就是你的卡组 就类似这个就没什么 这就是你的 你新建一个什么卡组 它的卡组是这样子 就是你要新建一个卡组的话 你首先要先选5个parallel 这个parallel 我看它的游戏的设定 大概的意思就是 其实parallel是平行嘛 就是类似于是5个不同的种族 然后5个不同的种族里面 它就有这个叫 就是这个我们一般叫机械 这就是大地 就是地球 地球人 然后这个就是机器人 就是复制人 各种各种机器人 然后macaulam就是 火星人 我们叫火星人 然后srod 就是这个应该叫什么 虚空吗 还叫什么 然后这是你先选一个种族 然后你在种族里面 选种族里面不同的英雄 每个英雄都会有自己的 呃 主动技能和被动技能 不一定有 反正每个都有区别 然后这里都是它的介绍 这个游戏 嗯 它其实有一点 现在对于大家有点不好 就是它的英文要求很高 因为它现在是全英文的 呃 好像有社群的朋友在 在 试图汉化它 但是 我觉得这个工程量还挺大的 然后进来之后 这就是 呃 组卡 嗯 不拖太长吧 反正就是组卡 你要组40张卡 组40张卡 然后这里就有效果 然后这个叫 relique 这个应该叫什么 人家叫圣物什么 就是类似于环境 然后unique 就是 呃 unique 就是什么 就是单位 一个怪 然后 effect 就是法术 然后这里还有什么 upgrade 就是升级 升级类似于什么 升级类似于 就是带在它身上的一个武器吧 你可以这么理解它 啊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discard了 然后它的卡牌是 每个 卡组 同张卡 你只能带三个 然后如果是 是legendary 就是如果是传奇 你只能带一张 理解会打金那边吧 那现在其实还不能打金 但是 呃 你可以先看 然后你这是你的wallet里面 你的钱包里面 但是 它不太显 它不显示bass面上的话 就是bass上面也是有prime 如果你只买一点的话 呃 你试图去去买一点 特别是新手 你有一些卡 你可以先跨1到bass上 然后在bass上买 因为gas又低 然后又 在那上面的卡又便宜 然后我先打一盘 给大家看一下 呃 后面我会快速剪辑哦 然后 这是我的排位 这是 呃 这个是连胜 这个是一个分吧 你看 反正我的分也不得 就是 排位五百多位 群里面有各种 就是 像polo 都登顶吧 然后 呃 昨天的比赛 它是打到八强 麻烦人生 然后包括现在 呃 天梯前几名 也都是原来无事 打职业的西方选手 在打 一些游戏公会也进来了 就是 嗯 其实这个游戏它还 对老板也挺好的 因为理论上 你的钱包里面的资产 跟 跟你的账号 你是可以绑 然后再结绑 哦 可以完全在不给 对方私要的情况下 让你对方 登录你的账簿 出去打金 那你们谈好 怎么分成 这是当然这后面的事情 因为现在还不能打击 而这匹配好了 啊 匹配好了 现在很经常就是 网络不太好 就看上去 因为你 你现在只能 科学上网来版 嗯 好 嗯 我们进入一个选牌 然后 现在已经好了 就opponent goes first 就是对方先手 然后 我现在 骑手五张 我可以插掉几张 对吧 它这支是打后期的 那 我只能试试看 能不能前期rush 掉它 然后开场 你看每个人是30血 嗯 但是他的技能 你看他的技能 他是他的血 是40血 看到他这个passive ability 然后他的maximum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游戏很好玩的一个机制 特别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机制 也是很多人爱玩的机制 就是这个bank 就是你的水晶 在别的卡牌里面是需要 呃 就是一回合 大部分是一回合一掌 对吧 但是在这里面你的水晶 你要主动的丢弃你的手牌去bank 然后 除了先手第一轮的那个bank 除了先手第一轮的那张bank 后面你的每一张bank 在你卡牌结尾会抽回来 然后你的手牌hand 你看 在没有特殊的情况下 在没有特殊的情况下 你的hand都是八张为顶 你手上只能拿八张牌 我这时候我就可以bank 我可以bank掉 算了 bank掉是非的 然后 呃 这里有一个 这里就是他的一些特殊 像火星人的很多特殊就是assault 可以看到上面写的assault assault就是 如果这局你给对方英雄 就这一个回合你给对方英雄 造成过伤害 那么你就能触发他这个assault的机器 然后这里有个master的机制 就是 就是战吼 我认为就是战吼 但是他的战 呃 不对他不是战吼 他是 他比战吼的区别就是 如果你在炉石打战吼 你是要重新死亡打下去 对吧 但是他的这个master 是master 是你只 你你你你只要他进入战场 就会触发这个状态 只要进入战场 就会触发这个状态 只要进入战场就会触发这个状态 理解吗 就是不一定要从你的手牌里面打出去 因为你有的牌是可以从bank里面 或从位置或从deck里面直接拉出来 然后我bank了一张 来到三费 三费 我可以解他 解吧 没事 三费我先抽牌 过牌先看过起来什么 过起来核心牌了 那核心牌 过起来了 下一轮的关键是 我要触发他 下一轮的关键是我要触发他 下一轮的关键是我要触发他 但是我有重炮 重炮不是一定会触发 大概率触发 那我解掉他 然后我刚才就打了一张反树 然后就把对方解掉 然后结束抽牌 嗯 接着看对方 对方抽牌 他也bank了一张 他先手他不用多一个 嗯 他用了一个 这个叫做黑市商人 然后他的 你看他的master 就是可以解掉任意 二费以下的 小于懂就二费的怪 那他没有bank 其实他这样子的话 我还是可以 冲一下对吧 然后这时候你看我打他脸 所以我就造成了伤害 他有两个特效可能 然后我就可以触发这个assault 触发assault 就是他额外会给我多两支一 这是我 macolium 这是我的核心盘 基本上 哦 然后对方上了个群结 我觉得这盘我 其实确实挺劣势的 大概率很难打 因为不要轻强 他的 他的这个 但是看他吧 他也有概率后期乏力就是了 我被清场掉了 他就没有了 他放的这个就是 叫做Decay 这个Decay就是 这里面是一个特殊的东西 就是自己和周围的人 周围的单位 嗯 嗯 在回合开始的时候 会受到一点伤害 就是你会对自己 你看他 他会对自己造成一点伤害 如果他旁边还有一支一个单位 他同样会对他旁边的单位造成一点伤害 基本上是被他拖到后面的单位 拖到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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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不是不能打 打得比较累 放得比较好 再抢一手吧 再抢一手吧 没办法 我们毕竟是偏 中快速的 呃 抽一张 就抽了 我们毕竟是 中快速的卡组 所以 还是要给点压力吧 但他手上还是有另一个 呃 他压大概率 还有另一张 他抽没抽到 不知道 他还是很有概率 还有另一张 那种全员 Decay的那个 呃 对 然后 我可以白吃到他这张 这张 我可以白吃到他 因为我这个是Arm的 Arm的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 优先 在我主动攻击的时候 优先结算我的伤害 只有 比如说我打他 他是 二 比如说我打一个二分 我打一个二三的 那 那 我先把他打成二一 然后他的 再对我造成伤害 但是我现在打他 你可以看Arm的 就是我是无伤的 开门 我是无伤的 无伤的 下个二 下个二 就是 跟他打 这个节奏很难把握 因为他到酒肺之后 他可以 就上他自己 上他自己 不管多少血 就是类似于 那个红龙 对吧 就是 但是红龙只 只吹自己吹到15 他能吹自己吹到30 那30就是大部分 所有其他英雄的起始生命值 所以 相当于直接 相当于雷诺了 而且是一定触发的雷诺 对吧 不需要阻咒卡组 不知道是个打过螺丝吧 他现在出了这个 这个 这个有点赖皮的牌 赖皮就赖皮吧 诶 他只放两支出来了 他只放两支出来的时候 那我再勾引他一下 那他主动来了 不用勾引 但我现在缺一个 这个叫做 缺一个上 打脸的牌 要一个 crack suit 要一个直烧 这样我才能铺牌 铺叔叔 他这张牌 还挺不赖的 诶 Defend完了之后 Defend 诶 哦 那有直伤是吧 有直伤的话 这样打脸 非常下轮 打脸 这些手牌 我其实都不太想败了 诶 不bank 过不了拍 不bank 就bank 这个机制 是这个游戏 我觉得非常核心 也非常好玩的一点 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 嗯 这会不会太有点浪费 然后你看他的开端 他可以对他自己造成一点伤害 对革命的造成一点伤害 感觉了吧 诶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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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我还没见过张牌 Aftermath 呃我知道了 这个就是网语 就是Aftermath 就是网语 网语的意思 我看看DK 但是他沒有秀 所以這兩張牌我不會太害怕 再給個壓力吧 你把大怪先打下來 他打下來了 不笑 看他踹誰 他踹我臉的話 還真踹我臉嗎 那讓你踹了 除非反正也就是演戲劇 你趕緊上啊 你不上我就斬殺了 沒有 他 複製他 那你不複製一個 你手上還有Defender 哦 賣皮 我操了 手上賣皮 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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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應該是輸了 那我還得用這個Defender出來 那這個讓你Except再等 讓你打 那這就得防了 但是還是死 因為他有Decay 我操了還是死 其實還是死 哇 槍藏起來了 這兩隻還是死的 其實無所謂的吧 死了之後這些都死 槍藏起來了 那我這一個的關鍵是什麼 我的關鍵是防住這一輪 上衣拿兩隻 用防住就防住 防不住 就防不住 他也沒手牌了 他也沒手牌了 這隻肯定這樣去換一張牌 誒!來了 還等一半天 等一半天 誒!那我好像贏了 我想想 他肯定上不來嘛對吧 所以 你可以打 過不了我臉 我是不是掌了 2 2 掌了 掌了 他沒有Defender 直接掌 沒有Defender直接掌 不好意思啊 Low is 1 直接掌 讓你耍無奈 自己不上 好然後這一盤這樣子 我就打贏了一場排位 打完了排位之後 我就從 銀1 送到 金5 對吧 然後這個面板 就給大家講看 就差不多了 這是我0.0 0 後面三個0 一個1 然後這個是0.02 就是POTENTIAL ENDING 就是我有可能能拿到0.02 那區別在於什麼呢 區別在於我現在的卡組 40張卡組裡面只有21張是NFT 然後假設你40張滿NFT的話 你能拿到0.02 然後現在0.02 嗯 是好像是正式版的 按照現在的測算是正式版的 11分之1還是12分之1吧 你就大約是認為現在是10分之1 所以現在完全不能打擊 而且 未來 暫時來看也不是那麼 也不太 就是0.02 假設你變成打一盤0.02 0.03的話 打擊效率也不是特別高 但是也還是要看後面會不會有變化 因為遊戲來說我覺得還是不錯的 這遊戲 然後可以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曲線 就他有個特別好玩的一個事情 就會讓 就是讓他的NFT資產會有一定的價值 不會 不會百落 為什麼呢 可以看 這是他的曲線 也就是說 如果你有40張 就是你的卡組裡面40張全是NFT的話 你能打到100%的話 那麼你如果只缺了一張 你只能打到70% 你如果缺了兩張 就只能打到45%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只缺兩張牌 你就會跟他 就會跟滿卡組的人 你就只能獲得他的一半 神獲得他一半 這就是很 你懂吧 因為NFT牌嘛 所以他有的就會有Legendary 就是會有 量很少 但是他的強度又挺強的一張卡牌 其實每個種族都有 像火星人的那張叫做Neutral Bomb 對吧 然後機器的那張LOTK的藥王 就差不多都要一個億 然後最後呢 這個是一個Echos 就是我現在可以去South Prime製造出來的牌 在貝斯鏈上 這個就這期已經很長了 我就不說了 然後本期就這樣吧 就是簡單把這個遊戲 它現在的就是解觸一下 然後後面呢 大概率應該每天大概早上或者下午的時間吧 就是早上可能11點 午後可能可能1點2點這樣子 可能會在B站上直播打擊盤 然後如果你也有玩 或者你對這個遊戲有什麼問題 可以直接到直播間來問我 等我直播的時候直接來問我 我覺得大家在熊市裡面 其實很多人都忽略了 你可以去看他的這個NFT 他的主NFT系列就是這個 Parallel Alpha 其實我感覺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時間 他特別經常出現在OMC的手機上 他一個是他的交易量是很穩定 雖然不大吧 但是一直很穩定 基本上每天都有傳奇卡的交易 然後二個就是他跟OS的關係 其實也特別好 跟BASE的關係也特別好 他的項目資源是非常好的 好 那這一期先到這裡 後面找時間我再錄好吧 就讓你非常穩定 綜 Curto